绿水结绿玉,白钵生白龟,玉自古以来被称为神圣之物,传说具有辟邪保平安的作用。 玉石中有对人体有益的微量元素,长期佩戴对人体健康是有利的,有人养玉三年,孕养人一生等说法。 站在风水学角度上,因为玉石是在地下形成的,本身受磁场的影响比较大。 有些美玉看起来巧夺天工,但是却带有极重的阴气,对人的运势命运会产生影响,所以带玉也是有规矩的。 今天跟大家分享玉石在佩戴的时候有哪些风水常识。 1. 带玉的规矩 刘先生从古外市场地摊上淘得一件佩玉。 逃得这块古玉配件后,刘先生甚为喜欢,经常佩戴于身上。 不料,没过几天,刘先生忽然感到浑身乏力,骨关节似有一样的酸痛,急忙回家量体温。 果然是发高烧了,对此,刘先生甚感不解,好端端的身体缘和突然之间会发起高烧。 无奈之下,他只得到医院输液吃药,然而几天过去了,此病仍未见好转。 这天,刘先生与藏友交谈时说起自己的怪病,一位藏友听罢,开玩笑似地告诉他,你是收藏古玉的,大凡真正的古玉都有一种阴气,最近你身上的阳气不旺,明显是被阴气侵袭了。 听罢藏友的话,刘先生尽管不相信,并斥之为迷信,无奈最近一段时间自己发高烧,时高时低,莫不会真的被这块玉配的阴气所侵袭。 于是,他试着把那件配玉摘下置于家中,想不到的是没过几天,刘先生的发烧竟退了下去。 从此以后,刘先生出门前,佩戴玉气时,必先闻香一番。 由此可见,佩戴玉气是要讲规矩的。 一,不戴别人的玉,不是你的玉,你就不要戴在身上,自己的玉才能保护自己。 不过,亲人之间相互赠玉可以,玉通常只会忠于一个人,所以说,别人佩戴过的玉不能戴。 二,带玉可以挡灾,玉会挡灾。 有的人遇到了一些意外,但人没事,只是玉碎了,这就是玉在帮你挡灾。 玉碎了,要放生,放到流动的水中,例如河流中,之后最好再给自己请一块。 三,最好不要带古玉,不要带古玉,尤其是玉上有血沁的。 玉是有记忆的,它上面可能记载着许多恩怨情仇。 有的人就是戴上古玉后开始长病不起,甚至会有梦魇。 所以说,古玉一般不要佩戴,这是规矩。 戴古玉出现各种情况的事情太多了。 四,戴玉保平安。 玉与人接触时间长了,就会慢慢地受人的影响,而人也会受玉的影响。 如果佩戴者是一个一心向善之人,那么他身上的玉就会吸收正面的能量,保人平安。 五,无故玉不离身。 古人云,君子无故,玉不离身。 自己戴玉的朋友,尤其是从小开始戴的,没有特殊原因,最好不要轻易拿下来。 六,自己的玉不要让别人摸。 玉是具有灵性的。 佩戴在自己身上就是属于自己的玉,认定自己是他的主人。 从风水的角度而言,如果自己长期佩戴的玉被其他人摸过,就会沾染上他人的气。 如果他的运气不是很好,你的好运会被带走。 不过,至亲的家人可以摸,但最好不要经常摸。 玉石是现在很多人选择佩戴的饰品,这就说明待玉对人是大有弊意的。 那待玉有什么好处呢? 二,待玉有什么好处? 中国自古以来就有玉石之国的美名,古人视玉如宝,作为真式配用。 古书称,玉乃石之美者,胃甘性贫无毒,并称玉是人体,蓄养元气最充沛的物质。 认为,允寒玉石,借助唾液与其协同作用,生筋止渴,除胃中之热,凭烦闷之所,资心肺,润生喉,养毛发。 因而,玉石不仅作为首饰,摆饰,装饰之用,还用于养生健体。 自古各朝各代,帝王嫔妃,养生不离玉,而宋徽宗誓玉成辟,杨贵妃含玉镇术,玉的养生机理已经被现代科学所证实。 据化学分析,玉石含有多种对人体有益的微量元素,如心、铭、铁、铜、锡、铭、骨等。 配戴玉石可使微量元素被人体皮肤吸收,活化细胞组织,提高人体的免疫功能。 故有中医所说,有的病吃药不能医好,经常佩戴玉气,却治好病,道理就在于此。 如果佩戴玉手镯长期进行良性按摩,不仅能被动除视力模糊之极,而且可以续元气,养精神。 玉的种类十分丰富,不同的玉石其功效也是不大相同。 白玉,有镇静、安神之功。 轻玉,避邪恶,使人精力旺盛。 嗅炎玉,对男性阳胃患者很有效,能提高人的生育能力。 翡翠,能缓解呼吸道系统的病痛,能帮助人克服玉气。 毒玉,润心肺,轻胃火,明目养颜。 麻脑,有清热明目。 老玉,解毒,清黄水,解蜀创。 滋阴乌虚,质痰,迷惊,干疮。 玉石不但能美化人们的生活,陶冶性情,而且去病保平安。 其产品直接用于健身保健的有预诊、预电、健身球、按摩器、手杖、预疏。 对人体具有养颜阵痛、安神之疗效。 长期使用,会使你精神焕发,延年益寿。 但是,玉石虽好,也不是所有人都可以佩戴的。 若是不注意,随意佩戴了玉石,反而对身体造成反噬。 三,三种人不能带玉。 玉石的美无以言表,是大自然神奇的恩赐,如同人一样。 每块天然的玉石都是唯一的。 就连一窝料出来的玉石,也如同人类双胞胎或多胞胎一样。 虽然很像,但绝非一样。 它的唯衣,它的颜色,它的温顺,它的光泽,它的晶莹剔透,都是人们爱上它的理由。 但是,有三种人是不适合佩戴玉石的。 一,体质失寒之人。 玉石属阴。 真的玉石刚开始摸起来都是冰凉的。 如果你买的玉石摸起来不冰凉,假货无疑,很有可能连石头都不是。 更别说玉石。 而体质失寒之人,阳气弱,佩戴玉石会加重自身的阳气不足。 实在不适合养育。 二,大病出育之人。 身体受伤后需要恢复。 应该把佩戴的玉石摘下来,先放一放,待身体机能完全恢复时,再佩戴不吃。 大病出育,需要很多能量去恢复身体。 而玉石有吸收能量的作用,所以不适合佩戴。 三,长期劳作之人。 劳动是光荣的,体力劳动是辛苦的。 长期的劳作是有很大几率损坏玉石的。 玉石美如花,却很交汇。 例如,北翠玉拙,好的,动辄就要几十万或百万。 如果真的因劳作而损坏,肯定不止瓦西。 长期劳作的人可佩戴金银首饰。 总之,适不适合佩戴玉石,要看对自己好不好,或对玉石好不好。 两者互相只要有一方不适合,就最好不要佩戴玉石了。 古人讲配玉为美,黄金有价,玉无价。 玉埋藏地下几千年,或上亿年,玉中还有大量矿物元素。 所以,人们常说,人养玉,玉养人。 如果人的身体好,长期配玉,可以滋润玉。 玉的水头,也就是,折光度会越来越好,越来越亮。 如果人的身体不好,长期配玉,玉中的矿物元素会慢慢让人体吸收,达到保健作用。 譬如,女士戴玉的手镯,通常戴左手,因为对心脏有好处。 玉为枕,而脑葱。 古代皇帝就喜欢用玉做枕头。 像中国古代长寿的皇帝,都久用玉枕,所以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情况,在生活中选择合适的玉来佩戴。 本期视频就到这里了,感谢聆听。 如果您喜欢我的视频,可以点击订阅我的频道。 您的每一个支持都是我最大的动力。 我们下次再会。